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迷你專家小葵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老師的頻道主要是在講 泰國佛牌 道家玄學 以及神話靈異世界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老師的頻道囉 記得按讚並且訂閱喔 哈囉 今天要來回答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有不少朋友說 老師啊 你很常在教大家去辨別這些泰國佛牌 或是教你怎麼去開運 更重要的是 老師你很常在教大家一些風水玄學的東西 比如說風水這東西 尤其是老師使用的風水啊 是奇門鈍甲系列 奇門鈍甲呢 當然就是最近最紅的 九天玄女他所傳下來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當年皇帝跟次友打仗 就是由九天玄女親自來傳授 這個皇帝奇門鈍甲 這些伏法以及正法 才能夠讓他成功的打贏這場戰爭 那當然我們活用到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知道說以九天玄女 所傳下來的奇門鈍甲變成布局 是非常的厲害的 那朋友們就問我說啊 那老師你總是說這麼多東西 那如果我個人今天真的要選一個的話 因為很難今天我又要佈局 又要買風排幹嘛等等 總是有先來後到嘛 那老師你能不能給一點建議 哪一個才會比較最適合我 我覺得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因為我相信很多朋友們都有這個疑慮 所以老師今天拍一篇來跟大家聊聊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必須要先了解這件事情呢 其實佈局這東西也就俗稱風水 是非常的厲害的 他可以把整個空間能量納為我所用 所以古代這些皇帝要搶龍穴 要搶什麼好風水 以及現在的每一個富豪或是官員 每一個都非常的注重風水喔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住家 譬如說你家只有一個套房 只有四坪五坪 那難道你這麼小的空間還要左青龍 右白虎這邊刮一個鏡子 那邊掛個聚寶盆等等 或者是你本身可能跟我說 老師既然不玩局之後 我可能沒有太多預算 我也沒辦法買什麼聚寶盆 我也沒辦法放個魚乾 我也沒辦法買個什麼紙巾凍等等之類的 那我這時候就會建議你很簡單 就是配戴一面佛牌 帶著佛牌來提升個人運勢 那佛牌的運勢就是它有點像是能量灌輸給你 就是利用你跟佛之間的共振的能量 那如果你今天是風水布局的話 就是你把附近的磁場能量 長風納水源源不斷為你所用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今天是開店做生意 你跟我說老師我現在要開店做生意 那我一定會強烈建議你要布風水 為什麼 因為風水布局可以吸引人氣進來 它會讓人家 就像我們每天經過一些店家有沒有 有一些店家看了我們就很順眼 他可能東西品質沒有到一等一 但是我們喜歡就會進去 因為讓他這個磁場 感覺讓人家很舒服 願意留在這地方 你跟我一次嗎 但是如果你跟我說像有一些 可能辦公室的一些師兄姐們 他只有一張桌子 老師你可以幫我佈局嗎 我說喔好 那請問要佈在哪裡 我要佈我這張辦公桌 那可能問下來很多 可能是銀行的什麼專員 或什麼專員之類 你一張桌子 就按照顧我左青龍右白虎 相信我 你的這些座位 職員的座位 早就已經被你的老闆 或經理 或是董事長已經布掉了 財庫早就被他拿走了 你怎麼樣也拼不過他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就是佩戴佛牌 提升自我的能量 把我的氣場去提升上來 那當然如果你可以佩戴佛牌 也可以布風水 那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沒有情況之下 其實你就是很簡單 你家能不能布風水 這點很重要 如果你家只有一點點 甚至你只有住個套房 那你納起來氣跟能量真的 不會太強大 或者是局本身已經不是太好 但是先前提之下啦 你是不是本身能量如果沒有很好 比如說他有煞氣 你今天本身不除掉他 你帶佛牌也會被他抵觸掉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你要自己去考量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家有空間布局嗎 布了局之後 我能不能去持續他 循環他 讓他能量更強 很多師兄姐在老師的幫助之下 布了局之後 把他柴位供了佛牌 能量源源不斷去提升 所以要帶著佛牌出去呢 許個願很容易就成怨了 好事總是一直來 這就是風水的長風納水能量 去聚集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像佛牌離開寺廟 不像那些神佛 不像那些高僧 他會無限去加持他 他會改變音量跟磁場 音波也是一種磁場 懂我意思嗎 那當然有些師兄姐說 我自己很認真持續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有信心 可以請神下來幫你加持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贊成 如果你沒有辦法 很簡單 不可簡單舉 把氣場納為我所用 那氣場納為你所用 你在這個旺地 自然就會旺了 所以是不是古代聽到很多人 誰誰誰都要搶龍穴啊 你有聽過誰搶龍穴有什麼資格嗎 沒有 誰佔誰旺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 你有聽明白嗎 如果你家可以布風水 你當然老師一定建議布風水 如果你家沒辦法布風水 我建議你帶頭牌 那你上班的地方 如果你沒辦法去布簡單舉 當然你要做個簡單的 左輕人右白虎 這種簡單的 我也是不反對 可以順一點啊 但是 氣 所謂的氣 其實最重要是這個納氣的能量 如果你納不到 那我建議你還是帶頭牌就好了 你等我一下就好像你吃一堆維他命 什麼之類的 你沒辦法吸收沒有意義啊 你放那麼多怎麼樣 那當然所有的東西一樣是助力 你的努力很重要 但是不得不承認 需要一點神助 好不好 那今天這一篇呢 到底是風水重要還是佛牌重要 你現在必須要哪個東西 其實老師也就講給你聽了 當然也會用到一些經濟考量啊 因為有些你不玩局之後 譬如說你家這邊不好啊 要改善啊 多多少少都是需要處理一些東西 哪怕是 今天老師叫你去養一條魚啊 買個魚缸啊 都是會一些預算的 如果你是小隻足 其實是佛牌 讓自己更好 有沒有 漸進式的讓自己越來越棒 越來越有錢 就可以做越來越多 你能夠順利的事情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不好 那老師今天就拍一集 簡單告訴你 風水和佛牌 在老師心中哪一個重要 那如果你今天問我個人的話 其實在老師的心中 風水真的很重要 它真的可以快速讓你起飛 那麼我的意思嗎 那佛牌可以給你非常多的機運 也很棒喔 好不好 就給你參考了 一樣喜歡老師這邊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 按讚以及分享喔 掰掰